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但在双汇集团却是一个例外 2021年6月3日 双汇董事长万龙 与其长子万宏健 因提拔CEO卫视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最终万宏健在17日 被他的父亲罢免了所有的职务 然而在大家以为这场公斗戏 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候 不料父子内斗再度升级了 8月17日深夜 万宏健发布了一篇名为 《我眼中的父亲》和万龙的文章 对其父亲 集团实控人万龙做出了 多项惊悚的爆料 包括侵占员工的股权 不申报纳税 与秘书便居 一时间这个庞大的肉制品帝国 以及实控人万龙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截至8月19日收盘 港股万州国际跌了11.33% A股双汇发展跌了5.53% 市值共蒸发了约150亿元 如果上述爆料属实的话 不仅公司元气大伤 81岁的万龙也即将面临法律的风险 不光父子内斗再度升级 经营层面上 双汇的达卷也并不好看 一直以来 屠宰 肉制品加工 都是双汇最主要的两大业务 今年上半年 双汇发展实现了营收348亿元 同比减少了4.14% 规模净利润约为25.37亿元 同比下降了16.57% 这是自2018年以来 首次出现营收利润增速双降的局面 然而 自从2013年收购美国第一大猪肉生产商 史密斯·菲尔德食品后 万州国际的营收就一直趋于平缓 今年 其在美利润下跌了约20% 而欧洲的利润接近腰斩 而国际业务一直都是其子 万红剑的主管范围 这也许是工斗剧发生的一个根源 另外 万龙常年大权在握 不给儿子施展能力的机会 导致年过五旬的儿子 失去了对未来接任集团的希望 造成了如此的闹剧 长期来看 老大双汇市场的占率 才仅为2.4% 行业前三也才占5% 集中度较低 相比国外来说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 外界对于万红剑举报的内容 暂时还无法查证 虽然在8月23日中午 万州国际逐条回用了 万红剑对万龙的质疑与指控 但双汇的业绩下滑 内斗 继承人问题还是真实存在的 2014年 中国入室谈判代表龙永图 在一场论坛上告诫企业家们 中国企业的坏毛病 长期习惯于内斗 据统计 全国每年新兴的企业中 家族企业的比例 占到了60%以上 世界500强企业中 也有大约40%的企业家 被家族控股 中国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 即一代创业 二代首业 三代灭亡 但有数据表明 全球家族企业的发展时间 平均是24年 而只有30%的家族企业 传给了第二代 在中国 夫妻反目 父子成仇 兄弟不合的戏码 反复出现 而且一旦出现 结局往往是不好的 而令人唏嘘的是 他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但还是想成为那个真正掌控所有的人 未来的双汇 该由谁掌舵 万龙父子的矛盾 还能否化解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